在台湾新北市卢州区的街巷里 有一处夹在林立高楼间的 清末闽南风格红砖院落 当地人称它为李祖措 是台湾著名抗日将领李友邦的故居 卢州里宅院门匾额上的三个大字 农西堂道出李氏家族的渊源 农西就现在的甘肃 然后一直移民过来 到了乾隆的时候 这边有一些个公正公 在西元1777年 移居到湖建同安 再从湖建同安来到台北卢州 在卢州里宅保存完好的族谱中 清晰记载着本族溯源自 对山李氏开机组李仲文 清乾隆晚期 对山一脉第十七室李正一 从厦门对山村渡台拓肯 在卢州一带落脚 主要以稻米茶叶买卖为生 逐渐发展成为当地旺族 1857年前后 李家人开始新建宅院 1895年 马关条约签订 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 举国震惊 当时主管全台秀才科考的 李家签台三代李树华 拒绝臣服倭寇 萌生了卸甲灰田 新修阻挫的想法 在与族人商量后 他们决定以中原建筑的样式 重修扩建李家宅院 借以表现与中华文化的连结 诉求不忘本源之意 屋檐屋顶的木材 古桌山 还有里面看这个地下的 瓷庄等等 墙壁上的砖网 全部都从大陆来着 李家古宅为三进三落四合院 共九厅六十房一百二十门 格局方正四通八达 当地人也称之为中原错 当年为了方便建材运送 李家人还与附近 十三个村庄的居民商量 河立在院落门前 挖掘了一条通往淡水河的运河 木头就是从福州它的海运 海运透过来的 而且这个木头全部都在海水 浸在海水里面 装碗换船上木头用拖着 然后到了淡水河 再用淡水河卸下来 装小船来这个市场 刘庚有丹田 船室为清俭 这幅悬瓜于中厅的对联 和宅院每个门前的迎联一样 大多是李家先辈所写 后人换门联 但不换字句 以示不忘祖训 一般我们写的话 从左到右 这边也是从左到右 但是它这个就不一样了 从外向内心 代表说集中在一起 这两句给我们的子孙 要放在心里 集中在一起 它含义也相当的深 历经八年 一九零三年 卢州礼宅 终于建成 一九零六年 李家千台的 第五代子孙 抗日名将 李友邦 在这里出生了 那时李宅成为了 台湾抗日制士们 主要的聚会活动场所之一 李友邦耳濡目染 从小便萌生了抗日意识 因为袭击派出所 李友邦被通缉 他就逃往大陆 并救赌黄埔军校 一九三七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李友邦提出 保卫祖国 收复台湾的口号 号召台胞 共同为抗日救国而奋斗 随后 他在浙江金华 筹组台湾义勇队 和台湾少年团 活跃在抗日前线 因为他日文很好 把日本的群票 提供给共产党 给国民党 从事抗日工作 然后到一九四三年 升为中将 抗日战场上 李友邦认识了出身杭州的 大家闺秀 严秀峰 在战火弥漫的渠州城 共同的理想信念 让他们走到一起 结成革命抗令 我母亲她在一九三九年 加入台湾医务队 因为我母亲的民族意志很强 她也想说没有国 哪有家 所以她就毅然 投入抗日战争 最后进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 沦陷 沦陷完了以后 就到福建的荣言 我就在荣言出身了 伊山临海的厦门南普陀寺 风光秀丽 游人涉及攀岩 可以看到历朝历代的磨牙石刻 其中一副用未体书写的附江 高悬于巨石之上 十分醒目 这是抗战胜利后 李友邦在此留下的 他就是一天到日本投降 他很高兴 因为他的理念终于实现了 台湾就是要光复 所以他连夜就写两个大词 就要刻到护家两个词 台湾光复后 李友邦携妻子颜秀峰回到台湾 不幸的是 夫妻俩后来先后背骨 1952年 李友邦被以所谓叛乱罪秘密处死 年仅46岁 生逢沙场 死别冤狱 未替丈夫和台湾义勇队证明 颜秀峰开始公开发表文章 他更说服 卢州李家 一百多位家族成员 将市值十亿新台币的组宅 捐为历史古迹 用以宣传李友邦的抗日事迹 与弘扬中华文化 2006年 卢州李宅古迹 继李友邦将军纪念馆 正式对外开放 成为台湾人民抗日历史的重要见证 保证这个历史 就是大家 饮水思远 就是要想一想 我们的祖先 都是来自大陆 2015年 大陆方面向抗战老战士 抗战将领等 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李友邦将军的名字赫然在列 我故军的志向就是 要守护台湾 他唯一的志向就是守护台湾 守护台湾以后 回归给主播 百年过去 李家大宅历经风雨 宝经沧桑 却依然助力不得 片片红砖提醒着人们 他的出身 条条廊柱 则似乎在默默述说着 宅院主人们 百折不屈的中华风骨 与忠勇壮烈的英雄故事